三 二 一 乾杯 預備歡慶 宗族總裁 顧仲麗近年來積極拓展餐飲事業 如今又有新動作 與日本超過六十年的酒店合資 創立全新日本酒品牌 迎金銷售更要以臺灣為據點 推向海外 我花了差不多四年的時間 從還沒有疫情開始 我們就開始接觸 顧仲麗從小跟著父親 孤連鬆DNA裡承載著家族的美食品味 愛吃 懂吃 進了跨入餐飲 今年更受邀擔任五百盤評審 旗下的美食版圖更是不停擴張 從二零一六年開始的牛肉麵 有實體門市跟常溫包 精品咖啡品牌採多通路的策略 而今年五月開幕的法式餐廳 主打法式菜色融入臺灣文化 看好臺灣餐飲發展 未來還要持續佈局 泰式料理跟日本壽司品牌 回到本業 中租也穩定發展 受惠二手車融資跟太陽能資產 中租KY上半年合併營收 四百一十點九三億元 稅油盡力一百四十點八四億元 年增達百分之三十四 EPS八點八七元 面對國際經濟變化 總裁這樣說 升息不是只光臺灣而已 世界都在升 所以任何這方面的影響 我相信大家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小心一對升息變化 估重力從中租本業 向外延伸餐飲 搭上疫情趨緩等力多 渴望再創造成長 菜學始終放下太不倒 達人 印象 風格